30年前 波羅的海三國 組成了歷史上最長的人戀《波羅的海之路》 表達脫離蘇聯獨立建國的訴求 8月23號 香港人效仿波羅的海之路 司法組織《香港之路》駐人戀集會 呼籲國際關注香港人的民主抗爭 為響應《香港之路》 在巴黎的港人也心連心手牽手 共同支持香港 香港反送中活動持續發酵且愈演愈烈 但是香港政府依然不聽取外界的聲音 繼續使用強硬手段壓制活動 今天 無拘的香港人再一次走向街頭 他們手牽手形成一道特別的風景 為自由和民主繼續發聲 8月31日 在巴黎的港人聚集巴黎共和港場 組成《香港之路》聲援香港的民主運動 希望以和平 理性和非暴力方式 繼續向政府表達五大訴求 我覺得香港政府現在是完全沒有聽到香港人的聲音 他們就只能用武力跟白色的恐怖去嚇到我們香港人 讓我們不要再出來 但是我想要跟香港政府跟林鄭說 他們再多的壓批其實只會讓更多的人走出來 訴說這些不公不義 8月26日 這期峰會上針對香港問題 七國重申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的存在極重要性 並呼籲避免使用暴力 但香港政府依然一意孤行 連日來 共軍入港 大搜捕等白色恐怖行為 讓香港局勢越來越緊張 我相信中共它不敢動用軍隊鎮壓 因為現在美國和西方國家都已經有共識了 不可以再讓中共這麼下去了 他們只能通過流氓手段 黑社會打人 殺人 抓人 我相信香港人不會欺負的 我現在來這裡因為 當中英國的自由 自由和自由 他們很重要 不僅在我的國家 但全世界 在歷史上 歷史上 民族 是不一樣的 我看來 全世界的自由 都要在全世界 都要在全世界 全世界 而这一线幕后的指挥者中共 也越来越被更多的人认清事实 离清算他的日子也渐渐迫近了 如果有天意的话 我相信中共可能会在明天垮台 新唐人巴黎记者站采访报道